很多年前我看过一部电影 大概是三十多年以前 那部电影的名字叫 《错误的第一部》 剧情是这么样的 是一个年轻小货子 因为一个不小心参与黑帮 杀人 后来就坐了牢 然后从监牢出来 受尽尊重苦过后出来 还是不容易再创造他的生命 得不到人们的信任等等 很辛苦 后来他写了一本书 就把自己的生命的经历写了出来 那个电影的主题曲 有一段的歌词 让我就是还深深想起 还很深刻的 他是说 有多少悔恨 换不回错误一步 要多少决心 才能够走回光明大陆 真的有些时候 生命的一个机会 因为我们犯了一个错误 或者我们错过了把握 生命的机会就错过了 那也是我们在想 这些错过 或许可以挽回 或许也是一个蛮大的错过 因为有些时候 青春生命有几何 错过了就错过了 但是我们在想 更深一层的 生命里最大的错过是什么 如果我们知道轮回是怎么一回事 如果我们知道 佛出现在世界是多稀有的一回事 然后这个在轮回里面 我们在轮回里面轮转 那有几何我们会有这么样的一个机会 能够有佛多的正法在世 我们还能够修法 还能够从这个生死轮回中跳出来 这样的机会有几何 那今天我们竟然 以这个佛陀原始的教法 这个跳出生死轮回一之法 了生死之法 相遇了 那如果我们这一生 我们错过了 那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错过 又要多少 剩多少事的寻找探索 我们才能在意到下一尊佛 其实这个谁也说不准 所以生命里面最大的错过是什么 因为轮回真的太恐怖了 今天我们在人间还好 即使是这样 很多人都说很苦 但这种苦 我们还算是还好的 如果相比地狱里面的苦 畜生界的苦 恶鬼道的苦 阿修罗界的苦 那个才是非常的艰苦的 所以今天我们有这个机会 遇到了佛多的正法 遇到好的导师 能够指引我们 跳出生死轮回 这个我们不要再错过了 这个错过将是非常可惜 非常重大的错过 所以奉献大家有机会 争取机会 给自己制造机会 来寻找佛多的教法 不要再错过了 根据我们佛教的记载 在这一个界 也就是在这个陈中坏空里 释迦牟尼佛是第四尊佛 还有一尊佛 弥勒佛 但其实是从现在到弥勒佛 过后才会 世界才会有 面对毁灭 但从现在到弥勒佛 也是非常长远的时间 所以 也不知道 不知道是否还会 意识到弥勒佛没有 谁也不能够 这么肯定地说 所以现在佛多的教法 还注释 希望大家 好好地珍惜 一定要来修学 修持戒定会 改变自己的生命 结下深刻的法缘 如果能够 这一生达到解脱 那是最好的了